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疫新生活仍然需要您我共同维护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路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佳新闻 在原金指挥下七机车绕过工区执行 这里是基隆市爱一路 从12月24号起配合中山桥改建进行机装工程 中山桥爱一路侧车道缩减 超过一半的路面都围起围离施工 驾驶人只能以S型曲线通行 车辆一多容易涌塞 金融市这方面特别呼吁驾驶人提早改道行驶 中山桥的改建工程 目前在做中山桥的改建工程的计划当中 目前现阶段从12月24号起 我们把中山路的爱一路侧进行一个交通维持的布设的作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做我们中山路爱一侧的桥梁的基础工程 基础工程作业 因为它的占用到道路面积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12月24号起到1月20号之间 请往来利用爱一路往来成功路桥成功路方向的车型部分 尽量以替代道路就是我们的校二路去做一个改道作业 不过因为一个月后就要过年了 为了避免影响市民采买连货 1月20号以后中山桥两侧道路将暂时不会有工程进行 那在1月20号之前我们大概会把整个在中山路侧的基础工程完成 那以后因应后续的采买的年潮 所以在农历年之间我们大概在爱一路中二中山桥周边 就不会做一个施工的作业 那避免影响我们年节的采买车潮人潮 那在农历年以后我们才会接续的进行我们中二桥跟中山桥的改建作业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提醒由爱三仁氏路 欲经爱一路往成功路桥的驾驶人 由于现场仅开放机车通行 不许汽车驾驶人从爱三路左转人二路再左转轿轿二路 另外爱一路为全时段禁止大货车通行路段 请大货车或大客车不要擅闯这个路段 以免无法通行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 将碰堂取出不管是用舌头舔还是用牙签戳 就是要弄出K字 这是金融市政府制作的金融碰堂 碰堂上的K字是金融市政府新视觉logo字首 希望仿效红遍全球的戏剧内容 碰堂挑战来宣传全新金融城市品牌 这是以金融这个英文的字母Kelon这样的字首的K 来做一个这样的微笑浪花元素的一个图形来组合成的一个标志的造型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造型能够让我们的市民 大家一起来发想共创 因为在我们的这一个Kelon的K的字母的识别标志里面 就有谈到说金融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那希望大家能够来发挥它的想象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Kelon K的这个标志的意向里面 有a city full of什么 那金融到底是充满了什么 希望大家一起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呢 为了这一个logoK呢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市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以现在在这个Netflix上面呢 最红的一个节目就是那个鱿鱼游戏里面那个碰堂 那我们由这个来把这个logo的K的这样的一个K的意向 做在碰堂上面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意向呢 能够来行销整个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想象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计划在12月30号举办快散活动 快散团队将出没在人潮聚集处 民众只要与金融市政府logoK合影 并在魅力金融FB按赞 及留下里对金融的印象 就可以获得限量的金融碰堂 还有跨联海报 12月30号这一天呢 我们会有人呢拿着这个 然后在我们的金融的各个景点 包括像我们的海洋广场啦 或者是到金融市政府也可以 或者是到东安商场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各个知名的景点喔 那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创作发挥想象力 告诉我们金融这个城市的印象是充满了什么 那大家希望呢拿到这个以后呢 也能够在我们的魅力金融的FB 然后来留言告诉我们 你呢这个到底是对金融的想象是什么这样子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呢 在这个FB按赞跟留言 那也做一个打卡的动作 我们现场就会送这个碰堂给大家 除了打卡拿金融碰堂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邀请民众 12月31号到金融参加全台最具特色的跨联晚会 享受黄金阵容的独立乐团演出 在港边美景与灿烂烟火陪伴下 开心迎接2022年的到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不管是脚踏车或是文具用品还是玩具 可以在圣诞节从圣诞老公公手中 拿到自己许愿时想要的各种物品 小朋友都很开心 这是由金融市议员林敏勋和太太周代毅 以及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 和执行长也是太太的邱梅萍 连续第二年共同发起的圆梦计划 一个多月前先请暖暖区各幼儿园 小学以及国中 推荐出总共44位弱势学童 了解每位学童需要的物品 再由各界共同认捐购买 赠送这些圣诞礼物 为孩子们圆梦 更希望让这群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成为其他弱势孩子的 圣诞老公公把这份能量的爱和感恩 继续传承下去回馈社会 家庭比较经济的弱势 或是有需要帮助的一个家庭 那我们希望帮助这个孩子们 有一个得到礼物的一个机会 那写出他的梦想 然后他需要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买一个银茶 也让他知道 就是有很多人在关怀 关心他们的 那这就是第二届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来做去办 那这个除了是给小朋友一个礼物 或一个开心的耶诞节之外呢 我们最重要是希望说 小朋友可以很珍惜这个机会 那未来多有能力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个乐于帮忙的人 那也感谢我们这次活动 所有参加 所有一起来共同赠助的这些认证者 那有你们 我们才可以让活动办得更适合力 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 一个夜单假期 林敏勋代表所有共同响应 这次活动的各界善心人士 也是真人版的圣诞老公公们 把礼物交到44位孩子们手中 希望这项弱势学童圆梦计划 可以继续扮演下去 蜡笔 哇 蜡笔 哦 宇贝说那个 宇贝说他想写画画 所以他想要选择蜡笔 那大家完成的梦想 这个地方干什么 好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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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小朋友希望得到的礼物之外 在各界善心汇集下 每位孩子更额外获赠雨伞 雨衣毛帽和保温瓶 以及点心等礼物 希望在湿冷的寒冬中 让这群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 都能够度过一个充满温暖和感恩的圣诞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这个佛祖的榜庚 你如果说来这一礼拜 拜到有一天佛祖 要让你一个灵魂 你晚上睡一睡就看到佛祖的榜庚 现在不用晚上睡 早上刚才要抬起来的时候 你要过来 这包都要排掉了 你要过来就轰轰车来 就说佛祖来咯 好 他的车主动在站东 主动在站东 前来艺人许孝顺及白白当宣导大使 特别身上背的叫平安包 头上的平安帽 都有神明加持过 我们有时候看的看得到 有时候听得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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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男朋友 我告诉我们四名 就是在零点零一秒的时间 那个危险就到你面前了 所以要过去的时候 那顶没有 币就丟掉了 由今天开始 我们刚刚在里面都有币 我们刚刚在里面都回来了 我们如果有币就这个 那个没有我带一顶来币 看看 好 没有我币的会欢迎 这个平安帽和派在生活 会欢迎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但年长者在过马路 却经常不守交通规则 根据统计 今年起资金 警察局第四分局 下去就发生了7件死亡车祸 其中有事件是年长者 比例相当高 中山区一直发生 这个老人家车祸的事情 所以来跟我们商量 做这个平安包 做了一千份 一千份 一千份给这些英华族的人 保平安包 这个会发亮 这个会发亮 所以我们紫云市说 这个是好事啦 所以我们就 就答应啦 我们长辈一载增多 比例增多 所以说也造成了我们现在 老年人口的车祸数 增加很多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特别 请紫云市制作了 所有平安包 那会制作这平安包的原因是 希望说长辈在出入的时候 他会有反光的作用 尤其在早上 凌晨或者是晚上 外出时 避免车祸事件发生 因为我们辖区最近 总共已经有四位老人家行人 发生行人事故 警察局第十分局 特别举办了交通安全宣导 陈云市准备了一千份的平安包 送给民众 而这平安包 带着会发出反光 长辈带出门 可以多一层保障 大家一起努力 帮基隆市呢 这个 宣导交通安全 这我算是基隆市民 我有一份责任 我一定要回来 然后让大家知道 用我的许孝顺的开心 让大家能觉得 这是需要大家关心的问题 基隆市的老人比例 已经在全国第八位 老人相当的多 那我们希望 借由这个活动 宣导大家 多关心老人 多爱护老人 让老人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找来艺人 许孝顺当代言人 透过从日常生活中宣导 让长辈能够多注意 期盼能够因此降低 高龄者的交通事故率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杀银银排包 短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坐时 要确认诚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基隆市长牛昌一一将证书颁给110学年度 基隆市市立高中国中国小及幼儿园 共58位家长会长 牛昌除了感谢大家愿意成为学校与家长间沟通的桥梁 也强调基隆市近年来在教育上有长足的进步 部分项目甚至超越双北 希望各校校长与家长会长能多多分享 让优质学生愿意留在基隆就读 也是对教育人员最大的肯定 这应该也是创全国的一个首例 我们在所有的公立的学校里面 全部都附设幼儿园 这也让我们基隆市的公佑准公佑等等的 这个比例高达76% 大家可以到台北新北去打听看看 他们大概50%不到 而且可能要过好多年之后才有机会 能够赶得上基隆的一个进度跟状况 那我们在校园里面 包括新的校舍校园的一个改建 还有刚刚在讲的 附设幼儿园的一个改建 甚至是包括我们的所有 学校里面的儿童游戏场的一个改建 在这短短的几年内 如火如土的展开 那特别还在包括我们所有的理议的 市厅的这些设备里面 也在这几年大幅的一个充实 甚至包括智慧教育的部分 我们都做的比双北还好 这个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 我们刚好做了一个验证 所以我们基隆市在智慧教育的这一块 实际上也做的甚至比台北市还快 所以我一直勉励我们教育处的同仁 也勉励我们的校长 要多多的跟我们的家长沟通 不要让家长的印象 还留在过去刻板的那个印象里面 那这个有助于什么呢 这个有助于我们让优质优秀的学生 能够留在基隆继续的就学就读 因为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条件并不比人家差 那这个对我们的教育同仁来说 对我们的教育处的同仁 对校长还有对我们所有在第一线 指导我们学生孩子的老师来讲 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受到家长的一个肯定 对于智慧教育的进步 尤其在双语教育推动上 不少家长会长也是感同身受 像我的小孩也是在今年半路国中 我感受到不管在硬体设备上 非常的用心 还有他带动基隆的老师 就是第一线的国小的老师 非常的用心跟投入 那今年我们的学校呢 又来的一位印度来的老师 真的落实在这个双语的教育上 沉浸式的英语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旧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近年来积极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双语教育大要紧 从国小国中到高中12所学校一条龙 校校线上外语教学 及沉浸式英语教学 这些都需要各校家长会长的协助 教育处方面 希望能继续与家长会长携手 让学校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下一代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这是基隆跨年活动主题曲《大尊在这》 創作者之一的歌手杨树浩 特别分享其中的故事 首歌大概花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 那去年在专辑巡演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曾经有一站到基隆的东岸广场 所以就觉得基隆那一个大船的意向是很鲜明的 那也结合了我的在音乐上伙伴 包含Tritch的鼓手金葵刚 以及制作人林郑老师 那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一首《大尊在这》 呈现的就是我几次来到基隆与都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这个地方多余人家 那在这个多余人家里面 因为有海洋 然后会带给人 好像会带给人满满的那种力量 除了有让人朗朗上口的活动主题曲 即将在12月31号 在基隆港西山仓库旁停车场登场的基隆跨年活动 维持全国首创邀请独立乐团演出的做法 乐团数量更从8团增加到12团的黄金阵容 要让市民好好感受 金曲精英实力派乐团所带来的音乐饗宴 我们的跨年有三大特色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延续着往年办理的这个精神 我们以独立乐团来办这个基隆的跨年 但今年呢 我们的这个卡斯更为坚强 我们找到了12个 这个独立的乐团来参与演出 过去大概都只有8团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增加到12团 那这中间包括杨树浩跟贝洛乐团 还有Tresh神棍老王乐团 还有雪肉果汁鸡 这些呢都是知名的独立乐团 那今年呢 一样要在基隆呢 来陪大家一起跨年 还有北台湾最长的烟火秀 由国际知名烟火设计大师 黄俊豪操刀 搭配四大乐章 释放时间更长达7分钟 我们今年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也是延续着往年呢 我们都有这个办这个烟火的这个释放 那今年的跨年呢 我们以7分钟的烟火释放 搭配的基隆地标 在基隆地标上 这样的一个精彩璀璨的 这样的一个烟火 那这个烟火秀我想 也是北台湾呢 最长的烟火秀7分钟 加上在基隆港边举办的 独特环境及交通便利等特色 基隆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方面 也推荐外县市民众 当天可以提早到基隆来趟亲旅行 晚上再到跨年活动现场 与基隆市民一起感受 独一无二的基隆跨年 在港区船只鸣笛 及璀璨烟火下 开心迎接2022年的到来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导 前往NCC领取优等奖的 基隆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正文表示 这是基隆市政府首度获奖 代表基隆市近年来 在运用广定基金 推动媒体试读 与媒体禁用的努力 获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肯定 包括行销基隆观光的美丽基隆影像 征选活动 越办规模越大 实体线上兼具的媒体试图课程 更从幼童到长者都参加 基隆市政府这几年 在运用广电基金的这个执行的部分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当然是为了行销城市 我们已经举办了四届的这个美丽基隆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最主要呢 这个活动最主要是希望 能够透过镜头透过影片 能够呢让大家看到基隆的美 那同时呢也让大家来使用 这个整个对于这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运用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也藉由这个广电基金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呢 我们推动了这个媒体试读的这样的活动 那也举办了非常多场的这个研讨会 那我觉得基隆市政府这几年这个努力呢 不仅仅是针对一般的大众 我们这一个媒体试读的这样的一个成效 是从我们的小学生 一直到我们的年纪大的这些长者 都有接触的机会 而且我们每一年半呢 那个接触的这样的联名层的越来越扩大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也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持续会在推动整个美丽基隆的办理 以及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媒体试读 公民参与等等这一些活动 与基隆市政府合作推广频道禁用 与媒体试读活动多年的中家基隆有线电视方面 也感到予有荣言 总经理林希亮强调 基隆会继续与基隆市政府深化合作 善尽地方企业责任 回馈基隆市民 林希亮也透露 基隆明年计划深入校园教导学生 自媒体拍摄等 已在公用频道做后续的推广 基隆有线电视会持续的秉持在地服务的一个精神 跟市府这边针对整体精分的应用 包含持续推行的美丽基隆 跟美丽基隆摄影的活动 然后呢在地的媒体试读 然后跟地方学校合办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在地的公用频道上 增加推广度 也让整个有线电视的产业 在地能够做媒体应该有的责任跟发展 那预计我们明年在 明年已经目前在持续的一个规划 针对更深入的深入校园 教导、学员 这边针对自媒体的一个 省视跟拍摄的一个状况 能够在公用频道上 再去做后续的一个推广 也让整体国家通讯通过委委会 希望在地方的公用频道上 能够持续的发展这边 更深一步的一个努力 那也期许 明年这边我们也会跟基隆市府这边更加强 更努力的一个合作 据了解基隆市政府109年度 在广电基金预算执行比例高达 106.82% 还有对中央各项考核 及政策皆积极配合办理 整理表现或NCC核定为优等 也成为全台唯二 获得优等肯定的现实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高雄九泰对上台湾啤酒 双方球员场上你来我往 防守进攻 看得球迷胜上线跟着狂飙 随着球员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 发出尖叫声 其中高雄九泰篮球队粉丝 拿着黄色的加油棒 其中还有一人已经是九泰篮球队的铁粉 其实我们也是支持篮球啦 因为篮球运动本来就是很热血嘛 而且很多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让运动变得更好 对啊 联赛的那个次数要多一点啦 因为让球员才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嘛 那像强度变强的话 整体的运动水平都会提高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 而且可以刺激眼球 九泰加油 九泰加油 我很开心 所以我今天一点就到了 很期待高雄九泰的比赛 高雄九泰的比赛 一定要第一名非常期待 高雄九泰加油 高雄九泰对上台湾啤酒的比赛 也是第十九季SBL超级篮球赛 联赛联盟开幕仪式 选在板桥体育馆进行后 随即点燃战火的首场赛事 九泰篮球队总领队黄景章到场督军 期待年轻世代打造他们的精彩赛事 而队员曾博也表示 队员们全力以赴打出充满热力的比赛 让他们的球员可以完全的尽情发挥 然后用不一样的新思维来代引这样子的球队 然后可以打出更好的成绩 让更多的球迷可以来关注这个比赛 关注我们的球队 SBL就可能说现在是在篮球方面发展没那么好 然后可是我觉得球团都一直有在进步 然后当然就是我们球员自己要把比赛打得漂亮 然后增进多增进技术才可以跟每个联盟来做相比 高雄九泰上季在高雄主场刮起了旋风 新的球季开打精彩赛事可骑 除了到场观赛跟着赛事大喊加油感受热血之外 同时可以锁定中加宽屏有限定视的频道来观赛 记者林立如詹艺勋板桥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进行